大家好 歡迎收看LG Channel 我是Samuel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 關於陸龜龍背 即是我們所謂的起釘 其實在陸龜身上這件事都經常發現 無論是養盾臂 炮龜 星龜 阿達伯拉也好 都一樣會聽到經常有人說 隻龜起釘辣 其實起釘的原因都比較多 但基本上我自己覺得 比較大關係就是他先天的因素 可能他父母本身都有起釘問題 遺傳性的 第二就是環境的濕度 第三就是食物的蛋白質 但我自己覺得最關事就是第一和第二 第一很難避免 可能你買回來的時候有些龜 寶寶也好都已經起釘 那些基本上很可能是因為遺傳性的 父母也有起釘 第二個原因就是很大機會是因為環境濕度 因為很多時候其實有些外國的研究都指出 環境濕度和他的龍背是息息相關的 環境濕度越足夠越充足 他龍背發生的機會就越少 代表著如果你的環境太乾燥的話 第一他有機會會慢慢有慢性脫水 第二就是他的殼的角質 沒有足夠的滋潤 所以他生的時候那些角質可能會搭著搭著地生 就有這些龍背起釘的問題 第三個原因就是可能蛋白質過份補充 營養過份豐富 他生長得太快 有可能就是殼生得不漂亮 就會有這些龍背的情況 但我自己覺得就是 如果你的環境濕度是足夠的 溫度足夠的 就算你有時可能蛋白質高了 雖然他一直在生長 但因為有環境濕度去支援他的殼 基本上就 正常來說 那個龍背的情況都不會太嚴重 有個案例給大家看到 其實就是 這隻阿達 其實就是同一天買回去的 這隻就是我自己買回去的 這隻就是我朋友的 大家是同一天養的 體型上是有分別的 但他呢 這隻呢 他就 長期都放在天台那裏 可能天台的環境原因 沒有底材沒有性 環境濕度就不是很夠 所以你看到他的殼 都比較多 好像很乾 然後都有點起釘的情況 雖然他很大隻 但是 這隻呢 我本身呢 在他很小的時候 我就是放在 爬蟲箱裏面 我用椰泥底 經常噴水去保濕 他也有少少輕微的龍背 但是我自己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去到他手掌這麼大的時候 我就開始放在騎樓那裏 那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個位置就 濕度不是很夠 變了他也有少少龍背情況 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由你第一天開始接他回家 那段很短的時間 那個期間就必須一定要保濕 那個環境濕度一定要夠 其次就是 有些其實濕度影響他龍背這個原因 其實很多的國外人士都知道 或者台灣的人都知道 他們有些方法就是 包括幫他們塗油 或者可以在那個 是 energetics 封一塊濕毛巾 濕紙巾去幫他保濕 那這樣都是一些方法 那我自己就 比較主張用保濕的底細 然後就常常噴水 令環境濕度高 那還有就跟他們調色油 調色油的話 其實可以調色 譬如我們的產品 又或者一些 鮭護甲的產品 或是一些植物性的油也可以 我自己覺得可以吞進肚子的油 可以幫它們保濕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AOG的頻道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給個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以及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多謝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